哈喽,我是Kai 今天要来分享失落的龙伴即将推出的万圣节活动新情报 在上个星期外国玩家的群组就开始发布了一些新图 强先曝光了中龙祈愿结束后的新活动 而在今天呢,我们也有了更多的详情 首先是四张心力会 其中一位不知道名字,应该是龙祖来的 贞德之后又多了一个妹子龙,不错吧 而另外三位新角色已经得知了他们的身份 万圣节版本的耶鲁菲利斯、伊尔提米亚和Edward 原本是四星随属的耶鲁菲利斯 在万圣节变成了五星光属 不过武器同样是强 其余两位则是四星法杖伊尔提米亚 以及三星刀Edward 看到这里我们也能明白到这款游戏和必然幻想一样 一个角色会有不同的版本 但同一个人物是无法放在相同队伍里的 这规则在召唤资讯里有写明 接下来要介绍的是新挑战关卡 南瓜王 形式相信和中龙祈愿差不多 通关BOSS可以拿到相关的材料 利用这个材料来创建初中高级和EX房间 然后再次通关后得到的掉落物品 也许可以直接用来兑换奖励 又或者像是中龙祈愿的勋章需要达到指定数量 再来就是这一次居然增加了新建筑物 想建造和升级它都需要利用南瓜灯笼材料 新建筑物能够加强我们光鼠的角色 借此可以更加轻易对付活动里的暗鼠BOSS 下一个全新五星龙灰护服Planter Pulse 装备它之后可获取更多的南瓜灯笼和其他物品 但是还不晓得获取方式是什么 今天的分享先到这里 喜欢的话可以点个赞 想最终更多的影片也欢迎订阅频道开启铃铛 关于这一次的万圣节活动 更多详细内容在后续或推出之后才能完全确认 比如这次是否会有中龙祈愿里的赞或召唤 三位新角色是不是都通过抽卡获取等等 不过大家现在可以知道接下来就是要练光鼠角色了 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 拜拜